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 我们要带你来关心 发展电动车下变成全球的趋势 但是2023年稳坐 全球汽车销售冠军的日本丰田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Toyota 对于发展电动车 他们却不太积极 而且很多次被一些大型的欧洲 退休金组织来指责 说你们Toyota发展电动车脚步太慢了 但是怎么又常常拿电动化当作广告呢 实际上竟然只是在卖油电车 这种广告行为已经是误导消费者了 所以他们认为说应该要抵制你才对 目前他们发起了抵制联署 而且已经获得了11万人的支持 而在封田之前 其实就曾经非常强硬表示 他说如果要禁止我们销售 这个混合动力车款的话 就要停止对英国工厂的投资 因为在英国工厂里面 其实80%以上的汽车产品 都是油电车 丰田董事长丰田张南更直接呛下 他说丰田电动车就算我有发展 可是在未来全球市占率 不过也最多会三成而已 因为剩下七成 我们还是要发展油电车 或者是氢燃料电池车 以及燃油车 但是引领电动车市场的老大哥特斯拉 就不一样了 他们近期的动作不断 路透社引用知情人士消息 之前就曾经说过 特斯拉正在跟供应商要协调 希望一种代号叫做Redwood 也就是红木的平价新车 能够在2025年的第二季 开始大量生产 那么执行长马斯克 24号的时候也进一步证实了 他说明年下半年将会在德州工厂这边 开始生产价一代的电动车 这价格大约落在2.5万美米 也就是大约是新台币80万左右 所以外界猜测 这很可能就是一款小型的跨界收旅车 那么除了希望缩小的电动车 跟燃油车的差距 也希望借此可以进一步再拉近一点 跟中国比亚迪的价差 但是华尔街预期 特斯拉今年的电动车销售 可能只有220万辆 这比起去年 只成长了21%而已 而且是远低于马斯克 他所设定每年要成长50%这个目标 那么对于2024年的特斯拉是不敢乐观的 毕竟去年第四季 毛利率掉到了17.6% 远远不如前一年的23.8% 因此他们很需要这种平价车款 赶快打开新市场 而另外来看的是苹果 苹果造车10年 现在进入了成败的关键 苹果除了简化设计 也延后了电动车的发布日期 那么市场认为说很可能 你要进一步再等到2028年的时候 才会亮相了 比原本计划是慢了两年之久 但知情人士指出 苹果很希望能够推出一款真正的 全自动驾驶车款 就是完全不用人开 但是这项技术很难实现 于是他们开始转而研发一种 更基本的自动驾驶辅助功能 那么其中的一款Level 2 Plus 这种驾驶系统就具备了主动式的定速巡航 还有车道维持的辅助功能 但是开的人也就是驾驶 你还是必须要随时要注意路况的 而另外一款Level 4 是更接近全自动驾驶的 那么在行车过程当中 车主也是不需要控制车辆 所以现在也让大家 对于苹果到底会推出什么样的电动车 是充满了期待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